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局三胜的这个比赛 我感觉有点像这个短跑 短跑 对 你像七局四胜的 有可能就是三千米 或者五千米的这种感觉 没错 对啊 你比如三千米可能 三千米的比赛 可能我上来落后个五十米 或者六十米 这种可能不叫什么事 没错 因为我后面有时间往后追 但是你别忘了 这要短跑百米短跑 你上来要起步就落后个两米三米 可能就不太 两米三米 如果在同一个水平的运动员 你这两米三米 可能就差距就很大了 就是在短跑当中 这个差距就已经是很大了 所以说不容有势 就每一局 几乎都是不给你犯错误的机会 没错 你不想七局四胜 还有可能给你 允许你犯一点点的小错误 对 五局三胜 可能你连一点点小错误 犯错的机会都不会给你 其实以前可能很多的球迷朋友 如果是近两年刚去关注到乒乓球项目的话 可能也不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之前最开始是21分制的时候 是五分一换发 那可能21分制的时代 像侯老师的话 就是一万米的长跑了 对 而且21分呢 就是说的 这个如果说实力上 有一定差距的话 他几乎是没有能赢你的可能 因为五分可能 发球我就过不去这一关 21分很长 而且还有什么 五局三胜 21分 你的机会 现在11分五局三胜 而且11分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你再有一两个运气球 对吧 而且比如说你跟我没有交过手 第一次你接不好我发球 你可能第一局就没了 或者我自身有一些无畏失误 对 你第一局可能就没了 对 你这0比1落后 对吧 你这个可就太点 但是21分的那个时候 一人发五个 这个 而且分又很长 那个就很难说爆冷啊 或者说的出现一些 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影响 所以每一批的我们的队员 其实都是在不停地 适应新的一些规则 和一些比赛的状况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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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洪老师说两个人也会 在非常熟悉的情况下 可能开局就略过一些 互相试探的过程 直接就开始加质量了 对 直接加质量 而且战术可能 上来直接就给你打的 就是很清楚 因为彼此之间太熟悉了 你怎么打我 我怎么打你 然后你的特点在哪 你的特点在哪 你的漏洞在哪 大家都是非常了解 速度真快 开局高远还是发动得很快 对 而且反手这个落点也是在变 对 就是反手上来开局这几分很强势 谢谢 好 我 我 男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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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快 這個就在近台正反手的 快速的銜接啊 高遠的特點 高遠可能 單板的質量沒有那麼重 但是它的這種連續的快銜接 落點的變化還是非常好的 同樣是具備很強的殺傷 現在場上比分二比分 龍隊呢是這種 驚艷然後呢全能 糾錯能力超強 對吧 觀察這個場上的 這種形式啊 這是他非常強的這個能力啊 六邊形戰士 真是太熟悉了 真的是就是雙方運動員之間啊 太熟悉了啊 你看像龍隊的前三板的控制啊 高遠的這種回啊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掐到好處的 掐到那個發動點上 嗯 真的是 而且高遠的開局到現在反手真的很強 是已經反手這種高質量的得分 已經有三分了 對 這個 這個外撕直線 哇 真快 龍隊一點不落下風其實在這種 快速的銜接上 對 快速的相持銜接上啊 一點不落下風 其實剛開局的時候我覺得節奏 林高遠要更快一些 對 不過隨著比分的那種推進 對 有可能會讓龍隊把這個 反手發動也很快啊 對 有可能會讓馬龍把節奏給你帶亂 嗯 其實開局 你看像開局高遠是想把節奏帶起來 對 就是快節奏 因為這是他的特點 龍隊肯定是想把節奏打亂 因為這種亂局的處理能力 龍隊肯定是更強 沒錯 對吧 所以說一個是想把節奏打快 一個是想把節奏打亂 嗯 所以就看兩個人 誰能夠更好的去掌控 高遠開局已經有兩個正手 像這種慢節奏的失誤啊 你看第一個球也是 你看就是過來球的這個節奏啊 就這也是側面反映 兩個人在節奏上的爭奪點啊 一個還是想提速 哇 真快 您這個 這個真是沒辦法啊 真快 就出手能這麼高質量 然後命中率還很高 就證明雙方遠景太熟悉了 對對方過來的 球的旋轉啊 節奏啊 力量啊 落點啊 對 都是 因為大家天天在一起嘛 你看包括高遠景 我有球龍隊對的也是一樣的 比如說對 這就是熟悉 我覺得兩個人現在 就在落點上 都沒有完全地拉開對方 太熟悉了 真的 你要想變的話 很難變 因為這個出手的質量啊 都是很高 這球半出台的這個處理上 龍隊還是想試圖去把質量 加得再足一行 對 周圍有一點點 周急這個球啊 10比7 林高遠的局點 哇 上了 哇 從第一局看 反正是拼速度高遠 還是要稍稍沾上風的啊 對 其實在第一局相知當中 也有一些相知球龍隊上風 反手中提出 對 對 但是更多的球 還是高遠更上風 沒錯 這種節奏 而且也從第一局看 也是確實高遠 把節奏給提起來了 龍隊沒有很好的 去把節奏給他打亂 你看而且兩個人 從表情上其實很平靜 就是沒有看出誰 誰著急或者誰怎麼樣 其實內心的這種爭奪啊 包括這個 暗潮羞 對 其實在那裡 都是在碰撞的啊 所以來到了第二局 相信龍隊應該會在 節奏的變化上 有一些更多的 這種處理和調整 對 我感覺龍隊肯定 首先第一 龍隊從自己的發球上 我感覺落點的變化上 一定會有 然後包括接發球 其實第一局龍隊的 這個接發球 尤其是過來拧拉的效果 並不好 你看一拧拉 就被高遠的這種 我想一個龍隊 是在接發球上想辦法變化 還有自己的發球論事 然後接發球也同樣 可能手段會更多一些 接發球的手段 其實龍隊這些變化 主要就是為了 打亂高遠的快節奏 對吧 那高遠 作為高遠來講呢 肯定依然堅定自己的 快速進攻 這個戰術 因為它這是它最好的地方 沒錯 包括通過第一局能感覺出來 快速的銜接啊 這是它最好的地方 而且在第二局 應該還會出現很多 像剛剛我們看到 對 那種高質量的 連續的快速的相持的局面 那真是高質量的這個 相持對抗 對 所以也提醒大家 在看比賽的時候 出現這種球的時候 不要忘記呼吸 很容易併住呼吸啊 看那種球 上來的發球的變化 我想龍隊肯定對 通過自己 首先要通過自己 發球的變化 打開局面 哇 這球高遠是有準備的 對 阿龍也是想要尋求 其實這個球 發的質量很高的 挺好 對 而且上一分 剛是給到了正手短 對 立刻又盯了一個 反手底線長 你看 是不是龍隊做出接發球的 像這種接發球的手段 可能沒有幾個人會 嗯 對吧 哇 這球扛得好 追身位這一板 這球其實高遠節奏 已經起來了 龍隊是扛住了 你看 這個快帶 非常的快 哇 說來就來 剛剛真沒敢呼吸 這個球真是屏住呼吸的 對 其實我們看 形成到這種快速的相持當中 兩個人都其實要從落點的變換上 去尋求一些突破 對 因為又熟 然後雙方 雙方這種相持能力又強 對 五 這就是高遠他 你看這幾個球 其實就是高遠 把他自身的特點發揮出來了 對吧 這種快速的銜接 包括啊 你看像近臺快速的相持 從第一局到現在 看 確實高遠佔據了一定的上風 是 贏得更多一些 沒錯 好 提速了 龍隊提速 這個節奏變化 你先慢一個 後面我突然間加速 對吧 不是說我連續快 對 你看先慢一個 慢一個 然後加速 突然提速 對 這就是龍隊的變化 兩分 同樣 兩分 同樣是這個 像剛才的那個得分一樣 對 抱絲斜線 就是 你看馬龍這一下 質量一旦沒上來 高遠這一下就超高的 這種質量 非常快 換了發球 對 你看龍隊比賽 勾手發球其實不多 所以說嘛 就是他肯定會想盡一切辦法 就像我說 在發球上做文章 你看 你看我平常練的這個少吧 我倒比的當中 我就給你用 你也沒見過 沒錯 這其實就是嘛 發的很少 你肯定沒見過 對 真的很少看龍隊發勾手 兩個發球得兩分 對 所以這就是說 像馬龍的全面 或者說就像他 在場上糾錯的能力 比如說現在這個 你看看著肯被動開局 用兩個這個 很少發的這個發球 打開局面 連得兩分 對 其實並不是說 一定要尋求直接得分 對 可能我削弱你接發球的質量 已經是起到了效果 你看 這時候高遠的節奏 就有點亂了 對 而且可能我這個發球 動作一出來 你那邊心裡先咯噔一下 沒見過 對 對吧 剛才高遠那一板 正手搶攻速度很快 質量也很高 你看 連續輸4分 4分 你看這就是 馬龍通過他的這個 勾手的發球 打開局面之後 接發球你看也是 突然間提速 沒錯 你看突然間提速 這就是節奏的變化 驚艷 把現在第二局 目前很被動的局面 一下就給轉過來了 這時候就該看高遠的了 高遠這個時候 是很難受的 還是這個發球 還是勾手發球 連續5分 你看等於高遠 就是現在這個節奏 被打亂了之後 有一點還是沒有調整過來 對 可能他這是一種 會有一些連鎖反應 可能到了 從接發球段 形成相尺段 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你看這個 勾手的就變了一個發球 連續得了4分 你看這種球也失誤了 就是你看高遠就是 他一旦被馬龍 把這個節奏一打亂了 自己的這個失誤率就上來了 對 你看就像剛才說的 有一點心不太定造成 對就像剛才說的 就是馬龍就要把節奏打亂 打亂 對吧 高遠這邊我就要一個快節奏 我就打這一個節奏就行 你看這種節奏高遠就快 就回到了自己的 對 但是馬龍這邊我就是 不停地在扁 讓你難受 讓你使不上這個快節奏 嗯 看看10比6的四個局點上 馬龍的發球選擇 還是勾手 馬龍應該我感覺不會再發了 這個勾手 因為 對吧 我感覺應該不會再發 看看他會不會再發 嗯 你看不會再發了 因為畢竟那個勾手 不是馬龍的主體 就是我就起到一個變化 沒想到變化很好 那我就堅定地去變 一旦高遠接好一個 你看立馬就變回來 嗯 手握著兩分的舉點的情況下 請求了暫停的機會 確實 對 因為 因為呢 這個馬龍的這個變化 感覺高遠呢 再很快地在試用 對對 再緩過來 所以說這時候要斷一下 高遠的節奏 這個也是經驗的一種體現啊 對 而且馬龍也要想一想 這個接發球怎麼去接 嗯 對 我怎麼去接發 就是後面的去銜接 黃老師之前在說馬龍的比賽的過程當中 應該也沒有見過馬龍 或者很少見他發握手 很少很少 很少很少 你看馬龍的像這個勾手的發球 其實像當時打到3比5的時候 我感覺馬龍已經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 確實是啊 咱們從這局面上感覺 所以馬龍也是想換一換 我想勾手發完了如果還沒有效果 高拋 高拋了 對 就是馬龍他百分之百的 會把他所有的發球都發進來 甚至反手發球他都會上 是 這個絕對 因為馬龍的這種能力 包括他的這種變化太多了 他要把他所有的變化都拿出來用一下 對 而且剛剛馬龍發第一個高拋發球的時候 發勾手的時候 對發勾手的時候 讓我想起他之前贏球之後 做了這個 這個動作 對 抱寶寶的這個動作 現在也是暫停回來 對 那林高遠的發球輪次的機會 對 還有兩分的分差 也看看龍隊怎麼去接 接把球 對 對 這個時候就是 五香在算 是 空短 連續的空短 這球馬龍和林高遠兩個人 在空短過程當中的質量都空得很高 對 而且我感覺這個球龍隊想得也很細就在哪兒 你只要發我這個短的 我就用反手去接 你看沒有用正手去接 就是想得很好 就是我用反手去擺短 然後呢再連續的 你看連續的兩個擺短 其實這個擺短 我感覺龍隊啊 這種連續擺短 也是不想快批長 或者說讓高遠 起來之後 又是這種快速的銜接 其實也是一種打亂高遠節奏的一種 這個方式方法 看第二局 這個勾手發球連續得了四分 起到了這種變化 包括變化節奏 戰術的變化 確實給林高遠給打亂了 其實開局5比3 這幾分林高遠一直打得很好 節奏也很好 是 所以其實就像說的 兩個人誰能夠 把對方的節奏給打亂 高遠是什麼 想把馬龍的節奏 一直牽扯到快節奏當中 是 就是你別變 馬龍是什麼 我就不讓你快 我就要把節奏打亂 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 讓你快不起來 就是看兩個人誰能夠制約誰 誰就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對 那像剛剛侯老師說了 馬龍還是要把這種節奏壓住 所以呢 對於林高遠來說 來到了第三局 這個發球的輪次就很重要了 因為你發球的輪次 你去提速去發動 這種難度肯定是要低於你這種 在節發球的過程當中去提速 哇 馬龍先提速了 看了 而且高遠你看底板的上手 就這個球啊 沒有加快 是 這球黃調調上了 調上了 對 是不是擦邊啊 馬龍示意了一下 你看這個開局啊 自己的兩個發球沒有拿住 看馬龍的這個 呦 還是勾手 哇 你看馬龍的這個變化啊 你看上一局最後不發了 你看這一局上來又發 就是說他 而且我發現馬龍的這個勾手的落點 一直在往林高遠的正正手 圍著小三角在變 在慢慢在拉長這個發的落點 現在還是 這個勾手發的這個位置啊 有點太正 對 就中間位高遠這個 所以我說這個勾手發球不是馬龍的主體 對 他其實也是在 看高遠的節奏啊 有點亂啊 這種機會球丟 就是腳底下完全這個節奏不對 位置不對啊 就出手了 剛剛這個球其實是在 林高遠的這種 技戰術的體系裡 現在完全是馬龍的節奏了 你看高遠快不起來了 明顯快不起來了 所有的球都是慢節奏了 不像第一局和第二局的前半局 那高遠全是擰了 而且邦邦邦這種快速的相持 你看 現在基本上沒有相持球 這其實就是馬龍最喜歡看到的 前三板爭奪得多 然後呢節奏比較亂 來 其實這球是高遠的機會 但打到這種局面 其實是高遠喜歡的 其實這個球是高遠的機會 對吧 已經撐開了正道球位了 帶住斜線 對 只要這個球上台就是得分的 其實這種球是高遠喜歡看到的 嗯 但隨著比分的這種增加 確實無畏失誤啊 包括有一些機會球的這種失控 還是會出現 因為在落後 比分在落後這種心態啊 可能相對會急一些 將這種出手 可能相對急一些 它就會帶來一些失誤 馬龍的這個經驗呀 糾錯能力真是太強了 嗯 變化的能力啊 高遠你看很多的無畏失誤這一局 這現在對於林高遠來說啊 完全沒節奏 在耐心一些 沒有 它現在節奏完全亂了 對 不光節奏亂 腳底下節奏亂 手上的節奏亂 心態也亂了 對 明顯你看整個的這個出手啊 人啊 就受到了一些影響 對 完全是亂掉的 第三局的開局階段是想再提速的 對 但是沒等提起來 就先被馬龍變到前面了 第三局其實高遠是想把速度提起來的 9比2 第三局應該是直接吃他球 應該有兩分啊 開局有一分 而且 沒發現第三局 打到現在 10比2 只有一個球是超過了 超過了 超過了四板或者五板的相持 剩下沒有 全是欠三板 對吧 其實這種局面是馬龍最喜歡看到的 因為你看 通過第一局和第二局前半局 凡是形成多拍相持 都是林高遠 就是贏得更多一些 反而是你看前三板 這種節奏變化很亂 是馬龍贏得更多 所以說這就是我說的 誰能把誰帶到自己的節奏當中 誰就會更好一些 是 明顯第三局是馬龍把高遠的節奏 給放慢下來了 讓高遠 你看自己的無畏事物 自身的事物就很多 完全是沒有節奏了 腳底下沒有節奏 出手也沒有節奏了 現在馬龍是拿到了大比分2比1的領先 真的是厲害啊馬龍這個 這就相當於什麼呀 你想跟我硬碰硬 我以柔克剛 就是 對吧 就是這樣嘛 高遠其實就是想快速 相持 我打我這最好的東西 對吧 因為在這方面 它確實上風 我想跟你 然後馬龍這邊呢 不行 我就不跟你打這個 我要跟你打你這個前三板 慢節奏 一會慢 一會快 對吧 然後你的這個節奏起不來 然後你自身的事物會上來 是 這就是一邊是高遠這邊 我要硬碰硬跟你 馬龍這邊是我要以柔克剛 對 就是這種感覺 來到了第四局 林高遠在這種揭發球段 對 要加強一些注意 首先就得看高遠能不能夠 就是說把這個節奏給調起來 如果說你還是跟著龍隊的這個節奏 它還是很難去擺脫 對吧 你必須把這速度提起來 還是歌手 還是歌手 那這就是高遠喜歡的這個節奏 是吧 形成兩面的這種多拍的相持快銜接 這是高遠最好的地方 最好的技術 一筆 你看 這局的三分 就是三個球 都是五板以上的相持 嗯 高遠肯定希望每個球都打成這樣 但是馬龍肯定不希望 馬龍肯定希望前三板解決問題 在場上比分來到1比2 哇 不好扣 這個管太大了 不好扣 還有 很拉 對 在這個管裡邊高球真不好扣 沒錯 放過來特別的飄 龍隊的手感真的是 放了多高 這局果然這個你看 開局這幾分啊 3比1 林高遠贏的三分 都是五板以上的相持 嗯 然後呢 你看這一分就是速度就起來了 是吧 他找到他的這個節奏了 很重要的一點 我覺得林高遠的反手這個提速 能夠穩定的先做出來 可以形成到相持之後 嗯 你看前三板 龍隊就是通過前三板去得分 4比2 4比2 你看前三板的這個 搓回去了一板對方的批長 對啊 所以說就是在這方面上 對吧 馬龍肯定是更好一些啊 前三板的控制上 4比3 算到了 對 你看 你看馬龍在1比4落後 之後 這三個得分 都是通過前三板 對吧 你看揭發就直接搶攻 包括剛才的發搶 包括剛才前三板的控制 嗯 你看兩個人得分的一對比 就知道是在哪一塊 沒錯 哪一塊更好一些 他上比分來到4比4 雙方打平 真快 這個球馬龍在反手提速之後 他是馬龍先提速的 也很可惜 然後到追身這位 已經判斷了這個落點了 但確實速度太快了 頂到板邊 對 確實是 兩個人都很強啊 一個運氣 差不多 其實你看馬龍的這個 勾手發球 發的還真不錯 對 那個位置小三角發的 你看 而且他這個勾手發球 他其實是有一定隱蔽性的 對 這個拋球和引拍的感覺 和之前的正常發球 是差不多 然後出手是一個勾手 高遠的得分還是通過他快速的上手 你看這球上手的速度就非常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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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通過前三板的控制啊 你看 所以你看兩個人的得分真的是 一分系 對吧 哪塊強 沒錯 現在是來到了第四局的5比7的比分啊 其實這個比分階段對於雙方來說都非常關鍵了 尤其就是馬龍手握著這一階段的發球 看看這兩分馬龍的處理 你也發球會變一變了 對 哇 這球沒挑死 其實這個球高遠接的已經冒了 對 這防禦這真的太了解 對這個線路進攻的線路啊太了解了 你看這球接冒了 這一板其實挑這一板已經把勁都挑足了 對 就沒還原 就感覺挑了一下要得分了 你看明顯是還原慢了龍隊 所以後面的銜接也就爛了 高拋了 你看這樣我説龍隊的發球全都得發一遍 對吧 你看高拋的發球 勾手就 對吧 勾手是很少見 高拋呢 是龍隊一般都是在比較困難的情況 對 可能有一些焦灼的局面的時候 對 焦灼的時候 來個高拋啊 9比5 回歸到了林高遠的節奏當中 我覺得馬龍如果上手的這種旋轉 或者說力量的這種威脅沒有特別突出的話 在回防的過程當中 林高遠那個速度會越來越快 這螢幕可能和老師比較熟悉 兩個消球運動員 對 而且是高遠劈長馬龍再回擺短 沒錯 就沒有回 問題是回能擺住短 就上一個之前就有一分這樣的一分 這個手上感覺真的是 11比6這樣的話 林高遠也是搬回了一局 雙方的比賽進入到了決勝局的爭奪當中 我們看第四局的開局階段 林高遠還是堅定地去提速 其實是解決了一些自己在第三局 開局之後出現的問題 就看 你看就像這一局 你看第三局的時候 整局才有一個到兩個相持 左板數的相持 相持到四五板以上 對 但是你看在第四局 開局就很多個球都是 就高遠贏的前三分 都是五板相持以上的 是 所以說就是說這個局面 就是朝著 第四局就朝著 林高遠喜歡打的這個局面去走 沒錯 所以你就感覺龍隊就被動 確實是被動 你看第三局呢 就是朝著龍隊喜歡的 前三板 對吧 沒有相持 就是這種節奏很亂 球也很亂的情況下 龍隊是很厲害 所以你看第四局呢 基本上很多的球 都形成這個多拍相持 那就是高遠的節奏又出來了 是 所以第五局 開局很關鍵 我感覺第五局的開局 是非常關鍵決勝局啊 打到決勝局也是在我們 對 對 這個決勝局其實我感覺 比拼的已經不是這個季戰術 季戰術兩個人已經都太了解 包括戰術也太了解 首先一個 誰的出手更堅決 膽量更大 心態更平穩 對吧 比的是這個 而且呢 比如說的第五局在 比如開局不好啊 或者落後幾分 更堅定的意志 不要去 受影響 對 這種的 我感覺這些都是 全方位能力的一個考驗 沒錯 不單單只是季戰術 這麼簡單了 尤其是決勝局啊 開局很關鍵 看看這個開局 現在正在進行的是 南丹四分之一決賽 馬龍對戰林高遠的 決勝局的比賽 高遠還是很清楚的 不白短了 我就跟你批償 我就得那個什麼了 是 對吧 你看上一局的這個 幾個連續的回白短 他都不行 高遠還是很清楚啊 不跟你打前三板 嗯 有點猶豫 搓長是對的 你看是吧 搓長是對的 我感覺對於 高遠的戰術來講 搓長是對的 就說的 不要再勉強去回短 就是搓長之後 馬龍上手 林高遠如果夠堅定的話 對 這個球還是有點猶豫 對 這球有點猶豫 你看打這個 節奏回來了 對打這個是高遠喜歡的 其實剛剛點睛之筆 還是掰直線這一板 對 打這個是高遠喜歡的 這種快速相持 高遠是真快左右 銜接轉換 很堅定啊 很堅決 很堅決 接發球 你看他從自己的發安球 也不回短 接發球也是不掰短 唯要板就擰拉對吧 就是證明真的是很堅定啊 很堅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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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斷的測身 龍隊已經 龍隊已經想到了高遠不會連續掰短 你看這球擺完了就測身了 就是 就等著你搓長了 是 因為高遠已經搓了三個長了 是不是 龍隊已經測身正手拉兩個了 得分 其實也是為了把高遠逼回你再去掰短 這球拉到往邊上了 想穿直線 沒穿過去 這球明顯是想穿直線 場上比分來到3比3 馬龍追平了比分 看看誰能夠先搶到5啊 這個誰先到5去交換場地也是很關鍵啊 高遠有點退 沒發現 這個球馬龍的非常好的一點是把這個線路拉得很長 高遠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高遠有點退了 沒有堅定的在 盯入這上天氣 對 你看 退了 退了 你知道嗎 他沒有說在進台這個快速把速度提起來 他一退一慢 龍隊這邊就有時間有機會 砸過來了 對 就有時間有機會去鎖你 去看著你拉 很慎重啊 在這一分的情況 對 前半局的情況下落後一分 立刻叫了暫停 對 這個暫停很關鍵 這個叫的是對的 因為他3比1領先 連數三分了 對 而且打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兩個人的這個神態表 這個表情也都是比較從容淡定的 其實內心的這種活動啊 包括內心的這個比拼是在裡邊 真的是很激烈的啊 包括不光是跟對手內心的 其實跟自己也是在比拼 沒錯 你懂嗎 就說的 首先你得先戰勝自己 讓自己呢 比如說告訴自己 我要保持冷靜 我心態要平穩 對吧 不要起伏太大 首先得先戰勝自己 然後你再能去想對手的心態 對吧 這個就是其實在場上 好 現在暫停回來 比賽繼續 場上的比分是4比3 馬龍暫時領先這一分 哇 高原很堅定的過來要反手擰 看看馬龍的發球會不會發長的 變化 因為 果然發長的 是不是 對 這太了解了 你看高原也是太了解了 換了一個半高拋 對呀 去盯了一個對方的反手底線長 你看了嗎 這就是說的 隊友之間太了解了 你看馬龍的這種套路啊 或者什麼 你看高原這明顯的 就等著呢 對 4比4 加轉的這一本效果也非常的顯著 而且你看這個球的節奏 就在馬龍的節奏 對吧 不快 慢慢的前三板的白短與回白短 然後我拉一個高調 你看又回白短 你看對吧 這就是馬龍的節奏 而且喜歡的戰術 雙方也是交換了場地 4比5 這就是馬龍的一個變化啊 揭發球的一個率先的發動 不過今天我覺得林高遠 確實在自己的反手 為了這個回防和一些球的處理上 很快 非常嚴密而且 對 很快 場上比分來到5比5 雙方再度打平 來球的速度有點沒有符合龍隊的這個預判啊 稍微慢了一點 沒有核傷力 對 你看稍微對沒有就像你說稍微有點慢 沒核傷力 其實這樣核傷力棒 撕一半斜線 就很快的 對很快的一半斜線 兩個人現在節奏有 都是有一定的變化 這球故意的往小三角發 而且更長 肯定是馬龍已經預判到高遠 要過來扭了 你看 故意的往這邊發 而且是發的半長一點 讓你頂住 對 這就是互相之間在鬥啊 就是在算嘛 這個真的是 其實我們看決勝局現在來到6比6的比分 也沒有太多像侯老師說的 多本數相識的局面 對 但是每個人這個戰術是不停在變的 對 真的是 中間 這個節奏不是高遠的節奏 是不是 對 快不起來慢呢 看馬龍剛剛正正手臂鋪就那一板 真的很及時 我們看一下回放的情況 你看這球其實已經沒有準備還原了 只靠第二反應回來 這一分太關鍵了 6比7 哇 好球啊 這個球林二遠直到要進入到相持階段 一直在往自己的節奏上靠 而且一直在往前 你沒發現人整個是往前贏的 往前贏為的是什麼 提速 對 你看 雖說你看退下來了 但是你看一直在這兒 一直在往前 你看整個人的動作 整個人的重心是往前贏的 太精彩了 所以兩個人都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去體現什麼 7比7這個是吧 這又打上林高遠的節奏了明顯的嗎 對吧 我覺得馬龍這一分應該是想要在這種 軍事的情況下先啟動一下 給一些反差 而且馬龍你看這個落點 他就是其實盯著高遠的中間 對 想到中間高遠會不會慢 結果沒想到中間高遠 反而再去提速 反而再去提速 對 就是他其實想要用中間的落點 來壓制住高遠的速度 速度 對 這是他的戰術 7比8 猶豫 又想擰了 擰明顯 想法是要去擰 對 這就是我說的 你看到關鍵分 你夠不夠堅決 沒錯 出手夠不夠果斷 這球明顯是猶豫了 其實我們說如果這種情況下 你直接擰拉失誤 也會比你猶豫之後去 對 你從這個球能感覺出來你的心態 包括你堅定不堅定 對吧 就是哪怕我擰拉堅定了 擰拉失誤了也沒關係 這一本太快了 這球難道也算到了 算到了這個龍隊是要翻挑他 然後你看這個球 你看翻挑嘛 而且我們看今天這種 林老遠去強勢地去撕開斜線 這張命中率非常高 非常高 幾乎是卡住點撕開就可以得分了 對 而且這個確實 命中率高 質量也高 沒錯 很多球都給龍隊頂住 這就是什麼太了解 習慣線路對吧 這就是你隊友之間吧 你的進攻的習慣線路 你發力只會拉這條線 我就在這封你 你看是不是 馬龍都沒去別的地方 你看手就在前面舉著 稍微加一點快壓的感覺 對他就在這等著你呢 這就是說白了 這就是太了解 互相直線 現在主動拳其實是在馬龍這邊 因為9比9 他自己拿著發球嘛 主動拳應該是在他這邊 看看如何選擇這兩分的發球 哇 估計現在很多球迷心跳加快啊 還是猶豫了 出手不夠堅決 明顯能感覺到嗎 在等 有點瞄這個球 對就是嘛 就還是出手不夠堅決嘛 你既然過來想要拧拉 那就堅決一點 你看明顯的這個球 其實我覺得 林高揚可能也是在低防著馬龍 會有一些其他並落點的這種控制 還是猶豫 對 越是這種關鍵比分 越是心理戰 好 現在場上比分來到了10比9 馬龍的賽點 放不上 哇 這球 你看馬龍都鼓掌 因爲什麼這球消過去的 對 很轉的一個球 林高遠沒有簡力啊 對 這個球非常漂亮 這個球稍微猶豫一些 就失神轉了 馬龍都給鼓掌 確實漂亮 你看這球消得很轉 對 哇高遠而且是發力 這個確實漂亮 確實漂亮啊 這個無話可說 就這個球如果林高遠 稍微球穩 造點這種 完蛋 肯定失誤 肯定失誤 就是堅決的出手 這也是在給林高遠逼到 沒有退路的時候 對 你看很堅決了 10比10 延續的空短 哇 漂亮 兩根打得都好啊 你看龍隊也是喊了一個 這個球真的 哇 精彩精彩精彩 漂亮漂亮漂亮 這個真的是 這個球真是沒敢呼吸的看 連續空短的質量 都已經非常高了 我這個球能救回來 這兩個人都是夠了一個 這種正正守衛的大角度 非常難度大的球 哇 這個球真漂亮 看那寒毛都竖起來了 這一分 這個球呢 龍隊該變了 是1比10 高遠也不擰了 龍隊這時候肯定在想 到底發哪個落點 對吧 這時候肯定想的是落點 是 兩個擦網 這其實挺考驗雙方的心態的 對 這個 這個就是證明什麼呀 這個龍隊對自己的發球 我要球要什麼樣 比如說低平 對吧 必須要發成那樣 所以說就很接近於擦網 好球好球 這個階段還敢這麼堅定的上手 沒有就主要擺短這下擺得好 對 就是說這個肯定是超出了龍隊的想像 就是沒想到他能擺得這麼好 這麼高 對 高質量 所以回的 就是你看回的就冒了嘛 回的就冒了 給高遠這個進攻的機會了 而且很堅定啊 就是等著你冒台這一板 對 我直接果斷地穿開 高遠的發球會不會有變化的 位置有變化 還是空斷 打這個還是不行 打這個 你跟龍隊打這個還是下風 我感覺龍隊弄跑 可以扔得長的了 或者換個高拋或者換個勾手 肯定會變了 肯定會變了 我覺得可能落點還是再更偏向於林高遠的這種中間 或者偏 因為已經領先好幾次 10比9 11比10領先 這是第三次了 對 看看啊 有變化 放高拋 最後還是通過發球落點的變化 是 太精彩了 而且其實往這個位置發是冒很大的風險 因為高遠可以直接拧拉起來 對 是冒了很大的風險 不容易不容易 龍隊真的是不容易啊 要感謝兩位選手 今天這場比賽 確實我覺得 太精彩了 看得直了 真的是精彩 也是打到了最後一分 兩個人也都是發揮出了自己 我覺得最好的狀態 對 而且真的是在決勝局當中 這種鬥智鬥勇 很值得 如果有很多球迷朋友 是這種喜歡技術流啊 或者去研究一些這種技戰術的朋友 我覺得決勝局這場比 這一局的比賽 可以反覆地去觀看和捉摸啊 兩個人今天可以說 真的是打得都非常好 發揮了自己的這個水平 你看高遠的這種進台的快速 多拍相持的銜接 這種實力也是體現出來 龍隊的這種變化 糾錯的能力 確實是也體現出來